空押機無法運行 機車行內黑漆漆一片 老闆無奈的說 上午突然大跳電 只能做簡單組裝 一樣困擾的 還有隔壁洗衣店 冷氣無法開 室溫瞬間飆破30度 像烤爐一樣 存有客戶資料的電腦 也無法開啟 店家生意完全停擺 不止松山區 其實台電10天以來 已經發生5起跳電事件 5月8號丹安區 約1600戶停電 5月11號中正萬華 也有2000戶影響 接著幾天後 又是中山區 信義區到松山區 接力停電 這個虧欠是相當的多 那虧欠的這個部分的 一個故障 這是難免不了的 那台電公司 只要發現有故障 一定會立即的處理 全台連續四天用電量 亮起橘燈 甚至17號下午2點前 就突破了3460萬千瓦 創下歷年來 五院用電新高 有網友猜測 接連跳電原因 就在台電稀釋電力 也就是當被轉容量低於6% 就會悄悄調降電壓3% 擠出電力供應 電器以及你家附近的電路系統 它平常都承受的是 穩定的電流跟電壓 它的電壓跟頻率 就會超出過原本正常 應該有的範圍 和三廠1號 及16號下午 並連供電 預計週一滿載發電 但真能填補用電缺口嗎 它是在南部的電廠 那我們最缺電的地方 其實是在北部 北部最主要的關鍵 其實就是核一跟核二 這幾天越來越熱台北板橋 台東大五等地區旅創高溫 氣象局預估到下週二前 氣溫可能都會再飆升 就怕未來跳電情形 不減反增造成名怨 記者林維王乃宇 台北報導